今天一些人接触 忠道而退席的 学了几年了不再学了 学别的法门去了 正常现象 为什么呢 男性之法 他虽然学了几年 学了几十年 到最后变结 什么原因 沉浸心不足 虽然学了几十年的时候 没有 真正体会到 问题处在这里 那么再反过来看 从一接触他就欢喜 越学越欢喜 你问他经什么意思 不懂 他也来听经 他坐在那里听 很公信 很公信 但是你仔细去观察 他在那里念佛 他不是在听见 他还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种人有成就 三年五彩 往生的时候 瑞相细有 这是烦恼里的 鱼痴重 听经听不懂 欢喜念佛 他正往生了 为什么正往 他也让小了 证明佛号功德 不够随 不知道念佛 还打妄想 这什么现象 福波 真正明了了 一分一秒 都不肯空过 我佛号忘记了 就是空过 二六十种 睡觉睡住了 你没办法 那叫昏尘 佛号忘掉 可是一醒来之后 佛号马上就结束 这就好 只有睡眠的时候中断 不是睡眠的时候 心里头佛号不断 这个人 真正念佛 这个人不久 二三年中 他就会得功夫成品 念念念不忘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非常肯定 绝不动摇 绝不能让别的东西代替 事前 财神明事 要谁要代替 三途去了 高明后立 代替 也是三途去了 自己一定要看得破 要立得老 要守得稳 决定不受外面境界干扰 自己才能成就 到我们下延远 这我就会不会是